大家好,欢迎来到塔莎的花园 我是塔莎园艺小伙伴罗摩摩 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猪顶红的种植 猪顶红是市面上一种常见的求根花卉 因为它的花大而饱满,也被称为孤顶花 这个就是我们塔莎的花园在售的猪顶红种球 在种植之前,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种球是否健康 我们先捏下猪顶红种种球,就会感觉到一定的硬度 如果捏下过后是软软的,说明种球可能已经腐烂了 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种植一个猪顶红的种球 在种植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理它的干枯根 以促进它的新增生长 用多均匀水溶液浸泡种球 这样是为了减少种球生霉的可能性 如果种球已经出现了生霉的情况 也可以先用多均匀水溶液去擦拭种球生霉的部分 在浸泡时,我们要注意避免牙心积水 这样因为可能导致种球的腐烂 所以我们加水的时候,注意不要加太多 由于猪顶红种球较大 所以像这样一个盆口20厘米左右的花盆 种一个种球就够了 在盆底加入一层玻底时 有利于盆底的排水 防止烙根 加入波底之后 我们就加入一层底土 然后就可以倒入底肥了 再放入底肥过后 我们一定要注意 必须要再次加入土 才可以放置种球 由于种球埋的深浅不同 会导致吸收营养的不同 大家常说深埋养球前埋开花 但在我们家庭种植猪顶红的时候 基本上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种球 埋到土中就可以了 浇水时,我们要避免牙心积水 这样可能引起种球的腐烂 浇水时,我们一定要记得浇透 直到盆底有水流出位置就可以了 后期我们浇水要记得干湿交替 否则盆里的水分过多 可能会导致落根 然后种球就会腐烂 将刚种植好的猪顶红放到阴凉通风处 三天后,一道阳光充足的地方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猪顶红喜阳,但不太耐寒 五度以下记得要搬到室内 祝大家早日欣赏到自己美美的猪顶红 了解更多园艺知识 请关注塔沙园艺